當年這個柯文哲是怎麼說的 在2015年的時候柯文哲曾經說過 他最討厭的三樣東西 最討厭蟑螂 蚊子 國民黨 再說一次 柯文哲在2015年的時候曾經說過 他最討厭蟑螂 蚊子 國民黨 可是反觀在2023年的此時此刻 我們看到柯文哲積極的在談藍白河 甚至想要當政的 想要做總統的提名人 我想用這個方式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柯文哲 為了自己的政治紅利 政治利益 他不惜打破過去他的立場 打破他過去的這個說過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柯文哲到現在都還在說謊 剛剛我們兩位立委候選人 吳佩麗以及曾博瑜 都很明確的講出柯文哲現在跟過去不同 他現在唾棄太陽花學運 他現在擁抱黑金 他現在支持犯罪 他現在歧視弱勢 我們再再的看到柯文哲跟2014年當年的柯文哲 是完全的不同人 我想唯一做出這麼大的改變就是因為他想要利用這個改變來騙取更多的選票 蔡正元的小編爆出柯文哲曾經做太陽花學運的事情來向蔡正元道歉 柯文哲只是淡淡的回憶說歷史事件沒什麼好道歉的 這些事情都證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長時間來看柯文哲沒有中心思想 他的主張都不是他的心理化 他都是在做 難道九年前柯文哲就已經把太陽花運動當作是政治體管機了嗎 背叛太陽花世代的人沒有資格來談新政治 柯文哲對於婚姻品權的立場有這麼多次的反覆 2014年的時候他曾經說過 他是有簽署這個婚姻品權支持的 但是2019年的時候他公開演講當中 他說我投票的時候是反對這個反對 相當高程度就是在指涉他反對是婚姻品權的法案 那2020年的時候呢 一樣是在公開的演說當中柯文哲又說 他是婚姻品權法案的公投 他他投的是被票 這也是他在公開的場合裡面所說的 但是到今年要參選總統的時候 他又再次的推翻了自己過去的說法 他說我沒有說過我投過反對票